6月16日下午,龙船鼓响起,龙船对视过 广州市天河区列德村的列德涌上 传来了整齐的吆喝声 尽管列德涌上进行着传统运动 列水桥古典雅治 龙舟滑向更深处便能见到列德村的个性寺坛 但这条珠江之勇其实就蜿蜒在广州市的CBD中间 其两岸的列德村曾以 第一条整体改造成功的城中村文明 在部分网友眼中,列德村已成富豪村的代表 频频登上社交网络热搜 有网友说,列德村的房东们个个身价千万 也有不少网友将女子龙舟队员们称作包租婆 列德村负责宣传工作的陈女士 对九派新闻做出回应 人家说我们富,我觉得这个富是全国人民的 是共同富裕进城的一部分 富婆龙舟是外界给的一顶帽子 既然帽子都戴头上了,也是事实,就认了呗 但对于身价是龙舟参赛门槛的说法 陈女士急于否认 事实上,出于安全考量,在女子龙舟队 选拔的首要素质是会游泳,水性和体能要符合要求 身体素质是第一位 一定要会游泳,能有200米是基本要求 来自黄浦区的龙舟爱好者陆先生告诉九派新闻 因为拆迁建造珠江新城 本地人都会分得一定面积的回千房 他们一个人分到的回千房面积 200至600平方不等 列德的房价10万以上 按300平一个人算 一搜70人的传统龙舟上,总身价就有20亿